上一趴在分享高级消息 上一趴在分享鞋垫是什么鬼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非常完美 又来咯 对今天是我的六月的好物分享 但是今天已经是七月二十二号了 大家都在说我的这个好物分享都是过农历的 没错就是农历 今天是放学的第三天 对然后昨天去帮秤打锅 然后又坐飞机回来了 然后呢今天可以休息一下下 下午呢我有一个跳舞课 所以呢分享完我的好物分享之后呢 我就要去上跳舞课咯 今天的第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眼部卸妆的卸妆水 它这个是牛奶的 然后它有一个玫瑰味 我非常爱 它其实先出的是这个牛奶的 后来出的是玫瑰味的 它非常好用的原因是 我的眼部真的很敏感 就非常非常细的 一根白色的小毛毛 掉进我的眼睛 我都会马上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我是戴不了隐形眼镜的 所以呢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在用它 一个伤心的事情就是 这个东西它已经断货了 不仅仅是断货 这个牌子我听说它已经倒闭了 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 我非常的伤心 我们的舞台妆都会化的比较浓 然后我是习惯性的就是 拿三到四张棉片贴在上面 然后让睫毛胶 然后慢慢的软化 就是让它慢慢的这样子卸眼睛 因为它的水就会有时候 就会流到我的眼睛 但是它真的不会痛 眼睛不会痛 所以我就真的很爱用它 我经常用其他的我会眼睛痛 我听说它快要倒闭的时候 我就囤了大概十瓶吧 现在这个应该是我剩的最后的倒数第二瓶了 还有一瓶在我的家里面 然后我现在就剩这一瓶了 马马马马马马就要用完了 然后我就内心非常的着急 我说天哪 这下子我没有眼部卸妆液了 然后呢我就跟我经纪人讲 我说你快点给我找卸妆水 我很需要就各种试 然后呢经纪人就给我找了一个这个 Linda 而且它是玫瑰的 我特别喜欢玫瑰的卸妆水 然后呢他就给我找了各种玫瑰的卸妆水 他说来我给你一瓶超大的 500毫升 我刚用了大概现在是第五天吧 这个呢它其实是水油混合的 就是眼部卸妆 我是习惯用水油混合的 我卸完了一遍 我就会顺便把上面的底妆都擦掉了 之后我再用油性的卸妆膏 对然后再整脸的去卸妆 然后最后呢再用水冲洗 然后这个呢它也是水油混合的 碧莲达玫瑰果油 卸妆魔法水 5秒卸浓妆 25%的玫瑰果油 而且是越卸越亮 眼睛越卸越亮 我天怎么那么便宜啊 这个真的很值耶 就是那种玫瑰的香味淡淡的 三分之一的油 然后三分之二的水 然后用的时候就这样子晃一下 最近就是在用它 对接下来我可能也只会用它了 它确实是卸妆卸得还不错 然后最重要的是它真的 对于敏感的眼睛来说非常的好 然后我真的很推荐这一个 又便宜 性价比又高 又不刷它眼睛 然后又美美的 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今天在我脸上打了这个底 Mixting N-I-S-T-I-N-E 我化妆师呢给我拿了三个 它叫密斯亭池妆清透粉底液 试了一下 因为其他这两个色号 我觉得这个是最适合我的 LP110的色号 它是跟我之前用的是最接近的 然后呢我试完了之后 不是涂了整首吗 然后我就去洗手 洗不掉 我说天啊这东西怎么那么防水啊 然后我就拿香皂就拼命洗 洗了大概三次才完全洗掉 前段时间上课练舞的时候 我就一直都在用这一支 然后它就是很持久 就你知道有一种皮肤 就是那种矛盾体 就有时候呢大家说天啊你皮肤怎么那么干 然后呢天啊你怎么那么爱出油 就我就属于那种的矛盾体 你知道吗 然后呢它呢比较适合我这个干油皮 就是打出来呢 特别适合油的 然后但是呢它又很持久 就是在我上妆的时候去训练 然后练习跳舞 就是不太爱出油 持妆效果比较持久 然后不脱妆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那个皮肤色号 给你们看一下 粉嫩粉嫩粉嫩的是不是 然后其他的这两个色号 我觉得稍微的暗沉了一些 我觉得我最近变白了 真的 好不多说 然后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最近几期公演的唇色 第一期大碗块面我涂的是这个 胶蓝的 非常的好看 像积木一样 然后里面是这样 569号 其实它当时还有蓝色跟绿色我没有买 我现在非常的后悔 我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会在舞台上涂非常夸张的颜色 hello的练习试版 我戴帽子的那一版我涂的就是这一支 但是当我看面的时候呢 感觉没有那么的显这个颜色 因为还有五台灯光打起来 它比酱果色再深一点巧克力的颜色 它真的非常的润 涂起来就很上色 就一定要涂完之后稍微等它干一点再抿嘴 就不要马上那么快去抿嘴 因为它很润 颜色又重 所以就会把它中间会抿掉一点点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第一期大碗块面涂的颜色 那二期公演的时候我是蝶涂 如果大家看到我的vlog的话 就看到我的嘴上不是有那么晶晶亮亮的颜色吗 这一支你看就学校的校困又贴住了 它是3CE的 大家念一下 I-M-M-A-N-E-N-C-E 反正是红丝绒 我很爱这颜色 比正红要稍微深一点点 然后它特别的上色 这支是卡兹兰20号碎金锦礼 哦 它就是跟它这个瓶身上面的这个花纹是一样的 那我是两支叠涂 因为下面我涂的是3CE的那一支 然后上面就叠涂了那个卡兹兰的这支亮晶晶的锦礼色 然后这是我二宫的颜色 三宫大家看到我的那个发型是我竖了一个油头 是吧 往后的背头 其实我除了拍杂志之外 我没有在舞台上做过这样的发型 对于造型感来说我是很OK的 但是因为我没有在舞台上去呈现过 不知道这个头发甩不起来的这种感觉 会不会OK 因为我还蛮喜欢在舞台上甩一头发 我觉得在舞台上甩头发就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自己魅力不边 觉得自己魅力2000分 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三宫的口红色 好我去买了好几支 这是斯福兰的淡紫色浅紫色深紫色还有蓝色 三宫的颜色其实是15号的这个深紫色 我其实还有叠涂另外的一支颜色 嗯但是那支颜色现在在化妆师那边了 他也出去打工了趁我放假这几天去干苦力活去了 然后就把那支拿走 因为他要拍杂志 那支会更紫 然后呢会更深 那一支真的有点干 我上台之前你知道怎么样吗 就只要不敢抿嘴 生怕一抿嘴了以后 突然这一块你知道白色的就不见了 然后我一直这样 好好好 他们说你干嘛 你口腔溃疡吗 我说不是 因为我把我的口红被黏掉了 其实这个颜色也是我的挑战之一 我从来也没有在舞台上有过这样子的妆容 因为看到了静姐涂黑色 我说天哪这就是Queen 而且静姐经常跟我们讲 她说你们你们那么年轻 为什么不去多尝试一些 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开始就是很猛 但是最近我还是没有追上他的步伐 因为他之后还有涂什么 绿色的呀 黄色的呀 什么人与眼泪珍珠粉的那种颜色 就整个嘴唇叫贝壳粉的这种颜色 还有类似于MSE的这一支 我买了我一直没有胆量涂 我们看上面叠涂了各种颜色 超牛的 静姐说她原本只在家画 从来也不敢出去 但没有想到有一个成风破浪的姐姐 让她现在可以公开大胆的去把她之前在家 练的和涂的这些恐怖色 也展现出来 她的脸部的轮廓是真的很深邃 非常的好看 然后也特别适合这种有个性夸张的妆容 然后呢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就是我平时练习史 还有就是比较随意 然后平时会涂的几支颜色 之前我有给大家分享的 阿曼迪的什么401啊那几个色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昨天新买的 我跟你讲 我踏进去了以后我试了它 我两只眼睛就有鼓动了 我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算了我摇摇牙就买了 因为真的很美 这是香奈尔的这一支 224号 它就是我嘴上的这个颜色 非常的好看 我的天真的太好看了 它其实是有点秋天的颜色 我觉得我自己蛮适合这个颜色 所以我平时我会涂 它是有点巧克力加玫瑰粉 我发现了其实我有很多按巧克力的颜色 但是它们都长的不一样 比如说这支Kiko的 是我去意大利的时候买的 434号 虽然涂起来很像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这一支也是 但它是蛋的 你看这三个颜色 非常好看 我跟家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是跳舞的 是蛋蛋 如果你们看过这就是街舞 你就会知道 我们的蛋蛋 美丽的蛋蛋 它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女孩 然后它平时也是特别爱研究美妆 然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我就涂了这一支 然后她说 我的妈呀 这个巧克力色好好看啊 怎么会那么高级 这个巧克力色就觉得天啊 跳舞就是我就是站在C位 你就会看到我 就是无比巧克力的颜色 还有上次我分享的那一支 它就是深巧克力 巧克力女孩 这下面是美宝莲的这一支 然后这个是Kiko的 然后这是Chanel的 Chanel的这一支呢 就巧克力在偏沙漠玫瑰红的这种颜色 请挑了 这种高级 反正真的很好看 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这是我新买的 但我真的觉得很美 还有一个是卡兹兰的这一支是04号 酒红轮线 就是之前他们给我就是一起游了一个 这两款是他们的最新款 然后他们给我游了之后 我就发现这两支都很 其实还有一个红色的那一支 三支 都非常好用 然后这支颜色呢 我涂完了以后 静姐说非常美 我就把它送给她了 然后呢 我上次去拍广告的时候 赶紧问他们你们这个 孔系列什么时候出 因为当时给我寄的时候 还是样品 品牌方说是 是孤本 质地非常的柔滑 丝滑 柔顺 而且它又非常上色 它叠图也非常美 你看薄图跟厚图 厚图的话是完全正红色 它是有一点丝绒 但是它又带了一点点的光泽 也持妆也很久 我很爱这一支 女孩们你们都懂的 同样是正红色 但是它就是有区别 今天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就是想要涂有一点点亮的 我今天就觉得自己很牛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我穿这身衣服 我就是让别人看到我 气场很足很有气质 我可能就会涂一点点磨砂气质 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可能今天我就觉得我穿的小性感 但又想表示自己的小俏皮 我可能就会涂就是那种 更亮一点的红色 就是更水光一点的红色 红色有分很多种的 有正红 有一点点深红 有一点带眉红 有一点带酱果红 对吧 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还有分享 MAC的这一支呢 它是314号磨砂质地的壳 这支是品牌送给我的 开箱分享的时候 化妆镜里面就是拆出来有几支 里面有一支这个 但是呢 我当时打开它的时候 我是觉得它是裸色的 其实我最近真的不太涂裸色的东西 觉得还是亮一点 会显得脸色会好一点点 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子 我涂口红跟不涂口红 简直是两个人 所以就是口红就是我的必备 必带品之一 为什么我觉得它好 就是那天我在拍 李肤泉的这个 隔离提亮乳的时候 妆面肯定要很干净 非常非常干净 然后呢 就是要自然 就真的贴近你的唇色 但是又觉得你的脸色很好 非常的粉嫩嫩的这种感觉 然后化妆师给我拿了一堆 我就拿出这个 我说要不然我们试一下这个 哇 你知道吗 一上我的嘴 我觉得我真的 我的素颜怎么那么美啊 就是那种感觉 我就说天 从来没有觉得我素颜美过 每次别人就说 哎呀你卸妆怕什么 我说不我怕 你们不怕我怕 一开始来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看了那么多的摄像头 我还有卸妆 我都要吓死了 真的 但是就是现在 大家累了都不管了 见个朋友喝个下午茶 但是又不想化妆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它 真的非常适合 尾素颜妆 就是男生肯定不知道 你到底涂了没有 它的质地是非常滑的 淡淡的觉得你的唇色 本身就长这样的感觉 如果要是大家觉得 就是有一些像我本身的唇色 会比较重 我可能就会先用底粉 或者是先用一点点的防晒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擦一点点在上面 把你原本的唇色盖住 再擦这个颜色 会更显色 会更干净 我跟你说 我真的很多口红 这么多还没有分享 下一次吧 我一次真的讲不完 我觉得我词要用尽了 江郎才尽了好吗 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说了 就是反正就美 你就不用管那么多 你涂得还这么好看就行了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睫毛膏 因为有一些睫毛膏呢 它是适合在自己的睫毛上涂 有一些睫毛膏 它是适合在假睫毛上涂 不一样 对 今天我推荐的这几支 是适合在自己的睫毛上面涂 首先跟大家推 这三支都是同一家的 就是韩国的这个牌子 CLEO的 我今天涂的是这个 CILO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今天的这个睫毛膏 是我新买的 又翘 根根分明又长 我买了两支 红色盖子的这个是 纤细型的 延长的 然后这是浓密型的 但是我涂起来 我觉得我更适合纤细型 延长的这个 他们家最开始 我用的觉得最好 是这一支 就是3.5毫米的这个 它的刷头 非常的小 我是在韩国买的这支 我当时试完它之后 我就觉得说 哇这个睫毛膏怎么会那么的持久 买完它 第二天我再认真的去夹睫毛 然后再重新刷的时候 我出去逛街 一天那么热 回到家 一整天 我的睫毛都没有往下搭了 真的特别的牛 但是呢 它经常 我不知道它是到底哪里出的问题 一打开 它这次会一坨 就睫毛膏整个就出来了 然后我经常就会 甩啊甩啊甩 甩大概15分钟 然后各种捂热它 然后各种甩它 然后它才会回到它这个刷头 原本的样子 而且特别容易干 所以我就会用得很快 国内我查了一下 根本都没得卖 然后那天我就去了 他们的官网去看了一下 他们家的睫毛膏 跟眼线叶比是很有名 然后呢 睫毛膏我就看到这两款 我就买回来试 我觉得好好看 好自然 觉得你眼睛怎么就这么的 炯炯有神 你的睫毛为什么呢 那么的迷人 的这种感觉 哦 真的太好了 我就给你推荐这一支 今天是我第一次使用 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用 睫毛就是 翘上天的这种感觉 眼睛大到不行 用深色的眼影来勾画 眼线的这一个都没有 我直接只是涂了两层眼影 我今天没有画眼线哦 但是这个睫毛 就是我觉得 不画眼线也OK的 这一支是 Torimoni的 它上面写的是 Torimoni Puppet Eyes Mascara Pixel 它说的这个Pixel是说 睫毛肌底膏 你知道我用在哪里吗 用在我的眉毛上 很多人用这个 打在眉毛上的这个定型 也就是画野生眉的时候 就经常是用透明的那种吧 就是其实你用眼睫毛的 那个也可以实现 就教大家个小技巧 假如你都没有这个东西 你有发辣也可以实现 就沾一点点 然后涂在上面 然后就是用那种吹那种 镜头的那种小吹风 小鼓风 或者是自己这样 反正我是这样子 后来我就觉得 姐也不能老是表情这么的猙獰 所以我就是花了17块钱 我现在网上买了一个还没到 对一个小吹风 然后呢 它不是纯透明的 它就淡灰色涂出来 我跟你们讲这个真的 它太厉害了 就你的眉毛一整天都不会掉 就你知道吗 24小时你就给我立在那儿 不动 就是这样 我经常就跟人家安立 好的东西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不对 我发现寒妆哦 经常就会出现就是 出着出着出着就停产了的产品 然后我上次我听大家说 化卧产的那个 它已经停产了 我刚给了我化妆师一个新的 我最后一个新的 我给他了 我特别后悔 你给我拿回来 最近准备要找一下我韩国朋友 让他给我去店里看一下 有没有这一支 如果有的话我会告诉大家 有赶紧找自己的韩国朋友去买 不然可能会停产 深灰色 然后或者是黑色眉毛的眉眉们 就是会适合这一支 如果你要是画棕色眉毛的话 那你就是用透明的 因为我最近还没有看到很好的 眉毛的定型页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爱用的三个 就是定妆粉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郑萱墨 院长他叫郑萱水 你看又被贴笑灰了 这个是韩国的品牌 Clear Light 这个是我基本上韩国的 我们的院长跟我化妆的时候 他就用这一支 平时补妆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后彩的时候 我就会戴上这个 因为他们说要压油 不能让你写 我说那是高光 它是白色的 也不是完全纯白吧 因为NAS有一款是纯白色的 带一点金粉的 然后它是偏白 但它是透明的 我看一下啊 能不能给大家看个成 那因为我画的这个是很重 但是它是还算还蛮自然的 我推荐的这几款都是 粉质很细 然后定妆效果很好 它又很自然 不能用太厚的定妆粉 然后也不能用太白的定妆粉 然后它是偏自然色透明色 第二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日本的一个品牌 Yujia的一个定妆粉 它叫什么 加罗色号 这个是有防晒的功能 防晒是SPF57 PA 两个夹 这个牌子 它听说是指在大阪 还是京都才有门店 然后在东京市没有门店的 这个是新开的 我已经用完一盒了 我之前买的那个是 纯透明的白色的 然后这个是有一点点肉粉色 是他们家粉质非常的轻 它不是粉饼 它是散粉 也是很轻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 它粉质是往上飞的 哦你知道吗 我听说好像是眼影 还是底妆粉 院长说就是你扫在那个刷子上 然后这样弹一下 它的粉质飞的那种质感 是代表它的就是粉质的一个特性 等我去了解清楚再跟你们说 是有区别的 然后它也是特别的细 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说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不太方便 因为它不是粉饼 就随身携带 我觉得它是适合在你化全妆完了之后 用来去定妆 剩下的时候就是去用粉饼 就是你出门在外面的时候 就用粉饼 然后在家化完妆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散粉性定妆 然后接下来呢 给大家分享定妆粉的宝藏 它就是CT的这个 这个是我刚买的 我还没有用 你看它的盒子做的多美啊 就像个飞碟一样 美得要命 它是一号 诶 它的粉质 天 那么丝绒蛋糕啊 粉质的话 它比它要细 颜色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两个颜色我看一下 稍微的有一点区别 但大致是一样的 就是我比较适合我的这个底粉的颜色 我跟你们说 因为之前我一直用的是它 但是呢 我发现来学校之后 我们的美容美发专区 就各个你知道吗 这个行业 基本上 顶级的化妆师造型师都在这里 然后呢 我看50%的人都在用这个CT的这个定妆粉 然后我的化妆师也给我用了这一支 我发现是它来这个节目以后才买的 它之前没有 它给我打完定妆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盒子怎么那么好看 你怎么从来没给我用过 我就说它新买的 然后我用了大概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我一直都是用它 补妆的时候我就带着它 因为它放不了粉铺 它没有这一层 这个的话它就可以放粉铺 就是我去后彩之前 我可能就会带着它 但是平时补妆的时候 我是一定会用它的 这真的很好用 非常推荐 虽然是新的 但是我化妆师的那个 是我一直两个月都在用的 这个是我刚化完妆的时候我会用 然后这个是我补妆的时候我会用 这个是我后彩的时候 补妆的时候会用 因为后彩就是化妆师不能跟你在一起 然后平时可能在教室的时候 我就会因为里面有粉铺 我就会用它 但是去化妆师那边补妆的话 我就会用它 因为它特别适合用那个小刷子 这是我的刷子 这是我的腮红刷 我全都是用血骨毛的 我发现大家就特别喜欢用 比这个还大的那个散粉刷 可能那个散粉我会用来打的这些部位 但是其实我一般来说 我都会用这个 我基本上不用打刷子 我用来打散粉 像这种地方 鼻子勾勾勾的地方 还有下面一点点 真的是沾一点点就去 其实你整个妆面 如果全都是底粉盖的很重的话 你是成雅面的 但是呢 你有些地方确实是会出油 你就用小刷子是最合适的 就把油的部分稍微盖一下 其他的地方其实是 更让你的脸会看起来更有光泽 像打的高光一样 就不会那么的雅面 我觉得是更好的 这个是我打定妆粉的一个小技巧 你们觉得受用的话 那就感谢 好吗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的香水 这两支 这一支呢 是Chloe的 Chloe的 中文名叫爱之送歌 它叫王菲菲香 我真的觉得它是我的香味 真的非常的爱它 可是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难过吗 因为它又停产了 我真的是气死了 我真的哪一个停产都没有它停产 让我更加难过 因为你知道吗 香味的这个东西是很难去找一个 替代这个香味的东西 反正这个香 我就觉得就是那种很干净 然后让人想靠近你 这个香味呢 我每一次喷完 只要是在路上 很多女孩会莫名的 就是突然会上前说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你的香水是哪一款 而且我身边很多人都让我发给她 我就特别不想发 不行你们干嘛要跟我用同样的香味 就是那种撕心你知道吗 几年前我总共是囤了10瓶 反正我只要是看到它 我就一定会买 现在呢真的是已经停产了 这是多么痛心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墙 好难过 一熟悉我的人一闻到这个香味 就知道王菲菲来了 男生倒还好 男生会觉得你更有气质 然后你更自然 然后你很干净 就是感觉你刚刚洗完澡出来 它有点滋味有点香皂味 对它是花香系的 但具体什么香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觉得它好好闻就对了 因为每一个人的体香是不一样的 体温也不一样 然后这款香水跟我是真的非常的合适 后来呢我去我闺蜜家 这个死鬼偷偷的背着我自己买了大概三罐吧 然后她也没有用 后来我去她家就看到有两瓶新的 我说林小景马上给我拿下来 她真的是我在海南最好最好的闺蜜 她真的很爱我 我也很爱她 偷偷背着我买了这个香水 没告诉我 谁知道最后还是 让我把她剩下两瓶新的全部给我搂走 现在我家里面应该还剩下两瓶大的和一瓶小的 对我知道她已经过期了 我就是要用 反正毒不死我 不怕 就真的不舍得用她 没有其他的理由 反正有了她 就让我很安心 觉得自己魅力十足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Claudia香水真的非常适合女生 太适合了 我觉得她不仅仅可以就是自己很清纯的时候喷 然后穿得很干净的时候喷 其实在你很酷的时候喷她 别人也会觉得你有另外的一种魅力的味道 反正她就是各种魅力都有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享另外一款 我觉得非常好用 而且不撞香的香水 它是made at land 法国的一个小众的香水牌子 其实他们家是做香薰的 最开始我知道这个牌子的时候 也是在国外 算是最早一批就是做这种精实香薰的 还有什么火山岩的石头 然后做这种香氛 精油的这种香氛 我闻了一下他们家的其他味道 但是我就被这一支香水给吸引了 我最后就买了他们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精油香氛 我买的是那个火山岩的 我觉得好酷 因为他们家的那个铁盒 听说全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他们的铁盒只在法国生产 听说他们家的精油 就调制的那个精油的这个过程是很很久 然后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材料不到的话 他们就会更改配方 然后变成另外的一款香 所以就是趁他们还在出这个系列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买 因为有可能就会没有 这款香呢叫做红色香 红色香的香味 红色香的香味 我天他怎么都好闻 啊高级 太高级了 我当时我进店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个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款木制的那个香水 他们就说好 他们给我推了另外一款 我觉得偏男性多了一点点 虽然我也经常会用中性的香水 但是我觉得那个偏男生味道的稍微重了一些 然后这一款香水基本上一喷也是会有人问 你知道吗沈梦成超好笑 有一次他去我家 因为他也很喜欢香水 我就跟他说 哎牧成我跟你说 这款香水真的很好闻 真的非常的好闻 然后他说什么呀 他说那瓶子做的还挺好看 我一闻他说嗯 还这样子哦 后来有一次我训练的时候 我就喷了他 然后他说 天王妃你今天喷了什么香水啊 好好闻啊 然后我就要一个大碗 翻上天上去 我说这个我之前就让你在我家的时候 我就让你闻过 你还那种嫌弃的要命 然后呢 他说不可能 我说就是 我就是给你闻了他 然后你还一脸嫌弃的看着我 我说不会啊 天啊这太好闻了吧 所以孟儿生日的时候 我就给他送了一套鞋带妆 还有这个正妆 这一款是真的很好闻 非常值得推 我是不太喜欢普通的香味 你们懂呢 太普通的香味 就我喜欢稍微特别一点点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香味呢 真的是牙膏的味道 我好喜欢 我真的好喜欢 它其实是男生的香水 但我觉得很喜欢 但我今天没带来 在家里面 这两款香水都是中厚调的好闻的香水 非常强烈的推荐啊 我的心头 好 我觉得我真的是挖坑给自己跳 做什么毫无分享啊 我觉得我真的要将农才进了 我一天在想说天我要分享什么 其实我平时用的东西都很多 就是各种各样都会用 但是呢你让我马上要挑出一个 你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 我就会蒙掉 而且就是因为现在不能回家嘛 好多东西也都在家里面 还有首饰啊 还有鞋子啊 还有很多可以分享的 但是就是因为在学校嘛 有限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就感觉自己挖坑在一条 就已经没有东西要分享 但是没有想到今天 又噼里啪啦又有一堆的东西 好了话不多说 接下来下一个就是我的鞋垫 上一趴在分享高级香水 上一趴在分享鞋垫 是什么鬼啊 为什么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鞋垫的原因是 我们最近在舞台上 经常很多姐姐的鞋子很滑 包括我自己 其实我们平时穿鞋的时候 像我很多好几双皮鞋 它们的底啊 都是那种完全没有纹路的那种 很多姐姐经常就是因为鞋滑的原因 不得已要把脚上那双漂亮的鞋 换成另外一双更舒适的鞋子 因为需要鞋面漂亮 所以它的底会做得很薄 就是会有一些滑的原因在 但是我是经常就是下雨天 就会走到哪里就滑一下 好几双鞋都是这样 然后呢我就在网上看到 有这个橡胶的一次性的这种鞋贴 然后这个是那种橡胶的那种鞋贴 真的很方便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舞台的救星 就让我们的你知道吗 更稳 它就这样可以贴在这个鞋子上面 把这个胶撕下来 贴在你的高跟鞋啊 你的皮鞋下面 然后我就买了各种纹路的 这几家我是先买来我自己先试一下 然后给大家都分一下我们组的 你就看一下到就是哪一个有用 这个稍微薄一点 然后这个是更厚一点点的 反正就是两种纹路不一样 这个是痘痘的 这个是格子的 所以两种不一样 你就买回来试试看 给姐姐准备的小贴心礼物吧 因为我们的舞台是那个LED屏 不像是那种胶质的地板 或者是木质的地板 就可以防滑 很多朋友如果你们的皮鞋鞋底花 就赶紧买一双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是 就是这款 因为之前有送给姐姐们 这款香味是他们家限定香味 然后一和金桂 你看那瓶子里面 哦 肉桂啊 各种花呀 开门这个那个楼道上面 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桂花味 从那个门缝底下都出 哇 银银的一款 桂花味的香水很好闻 这款真的很好闻 淡淡的觉得你自己就睡在桂花树下的感觉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是 我闺蜜给我买的 机器 它一天天的这那给我买一堆 还给我买茶 哦 关下的香水也是她给我买的 最开始 我都不知道 它真的有什么好的东西 它都会第一时间给我分享 你看看啊 等等等 就这款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饮水机 它是那个叫 极热饮水机 我们的矿泉水在上面 然后呢 这上面有个按键可以调温度有25 45 50 55 和75和99的温度 就是你按它解锁了之后 等个几秒钟 它就瞬间出热水了 非常方便 住宿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二楼 热水壶是在一楼 我就懒得又跑到下面 然后它就特别贴心 它说我给你寄个特别牛的东西 一开始研究机器 这个步骤我真的是特别的笨 然后研究半天 它说 到底是机器有问题 还是你蠢 我真的是扎心我跟你说 反正就是这个机器特别好用 就是特别的方便 出门把它带到外面去 即可能喝到热水 干净又卫生 它真的是很快 就烧热水特别的快 然后它这个是这样 这样拔下来 像这种普通的 这种矿泉水瓶的盖子 扭下来 把这个一拧上去 然后 对 一插到上面 然后插上电 然后选定你想要的温度 过了几秒 它就即可出水了 泡茶呀 想喝热水就非常的方便 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最近有在开那个婚纱店 就是在海口啦 如果要是有海南的小朋友 想要结婚 想拍婚纱照的 想要租婚纱 买婚纱呢 就去找它 叫做木儿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直接去找它的微博 叫木儿 木儿 M-O-R-E 木儿 然后呢 我先问它能不能打折 你今天没有画眼线这么美吗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那如果要是别人用我的名字 你可不可以打折啊 你说几折就几折 哎呦我的天呀 它说可以打折 接下来最后一个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个金钻的面包 我跟你们说 这个吐司真的是很好吃 我吃过最好吃的吐司呢 有一个是在韩国 但它现在也好像是没有 它也是纯手工作的 在西沙都有一个叫 巴巴布里的一个店 听说它在网上还有的卖 然后在一些某一些咖啡店里面 还有在卖一个方的那种面包 最开始我在韩国吃到那家 巴巴布里的那家面包 我觉得真是太好吃了 他们有一家芝士吐司 它把它切成薄薄的一块一块 就是一片这么厚 然后再接成两刀 就变成四小块三角形的 然后他们就用各种的面包 去做各种的料理 然后下午茶 好吃到爆炸 好吃到融化的那一种 然后呢 我没有想到我来长沙 我来学校上学 居然还可以get到这么好吃的一款面包 我简直要落泪流泪 他们家最好吃的我觉得是招牌 当然是最经典的 像我闺蜜 我上次买了好几大包 基本上我那个有个绿色的行李箱 三分之二都装了这个面包 全部装回去 然后给我妈妈 然后给我表姐 还有我的闺蜜 给她们都带回去 她们说真的太好吃 像我闺蜜呢 她是比较喜欢吃香蕉味的 然后我自己是喜欢吃原味的 干干净净 就是最原始的味道 她们其实还有一片一片的 那个叫奶酪 焦糖奶酪 六块钱一片 对 那个刚出炉的时候 非常好吃 今天又买了几个口味 一个是肉松肉脯 还有一个这样 奶酥葡萄和菠萝奶酥 然后我现在手上拿的是招牌的 吃东西之前一定要记得 擦手 洗手 消毒 它们有分两种size 一个这个是大的size 和一个小的size 这是他们家的吐司 一个有十片 一层一层的 哇 千层面包 浓浓的牛奶味 巨好吃 巨碗 香到不行 我一开始听说 以为只有长沙才要 非常的好吃 真的 然后呢 如果喜欢喝咖啡的朋友 再泡一杯咖啡 然后喜欢喝茶的朋友 再泡一杯茶 完美 因为特别适合当早餐 肚子饿的随便来一片 反正就是真的很好吃 它每一款基本都有浓郁的奶香味 就是牛奶味非常的重 他们家吐司都是要 常温三天 冷肠的话是七天 我以为是只有长沙才有 后来我看了一下 橙色软件APP上 居然有他们家的官网 就是搜 当然口味不会是像店里的那么多 但基本上什么招牌啊 肉松啊 他们家经典的口味基本上都有 店里的话招牌是32块 在网上的话是38块钱 就基本上没有差几块钱 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们的运费很高 因为他们家的面包的保鲜期特别的短 所以他们的运费成本会很高 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值得 你们一试 如果要是我离开长沙 我一定会买 就算它的运费比它原本的价格可能还要高 我为了吃了它我一定会买的 它真的很好吃 你们一定不会后悔啊 跟你们分享这个面包真的 是我吃到的面包中现在的吐司啊 No.1第一名 还有他们家蛋卷非常好吃 6块钱一个条 脆脆的好香 有芝麻味和原味的 就很香 反正就是好吃来长沙的朋友就赶紧要买 可以买的带回去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啊 可能广州也有其他地方也有 但是目前我只在尝尝吃到 希望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如果要是觉得不值得 好我错了 但是吃真的很好吃 工作人员都觉得说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吐司 我妈妈跟我说下次回来 让我给她把全部口味全部买一遍 你说卷不卷 好了以上就是我6月的喊物分享 然后我希望大家喜欢 就是每一期呢都会绞进脑子 想说有什么真的是很值得 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会精心的挑选几样 我没有分享过的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我农历七月的好物分享 好了拜拜 拜拜 透里毛里 透里 透